梵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基克9月27日中午 探访了美国费城克伦教养院的服刑人 教宗向在场的一百多名服刑人表示 他以牧人和弟兄的身份前来探望他们 他要设身处地地分担他们处境的困苦 与他们一同祈祷 教宗提到耶稣为门徒洗脚的事迹 指出在耶稣的时代 人们进屋前习惯先洗脚 因为当时没有驳游路 路上满是灰土和沙石 掉进拖鞋里的碎石 有时会扎伤脚 教宗解释说 生活是徒步旅行 是沿着不同的路行走 这些路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印记 信德让我们明白 耶稣在寻找我们 他要治愈我们的脚在孤独行走时受到的创伤 他要洗净我们的脚在路上沾到的灰土 耶稣从不过问我们要往何处去 也不问我们做了哪些事 相反的 他对我们说 我若不洗你 你就与我无分 意思是 我若不洗你的脚 就无法将天父一项理想的生活带给你 天父正是为了这生活而创造了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